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性情秘语》,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糖衣炮弹,甜言秘语的艺术 二,袜子里的情书,脚趾间的秘密告白 三,枕头的微笑,夜晚的幸福密码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糖衣炮弹,甜言秘语的艺术 各位听众,学生,朋友们,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门古老而精致的艺术,糖衣炮弹 这不是一种甜品,也不是真的武器,而是一种运用甜言秘语来达成目的的技巧 这门艺术的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人类开始用言语交流的时候 当然,那时候的糖衣可能只是蜂蜜,炮弹可能只是石头 但意图是一样的,用甜的包裹竹印的,让对方更容易接受 糖衣炮弹的艺术,在政治,恋爱,商业谈判等各个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 比如,当一位政治家对他的选民说你们是这个国家最坚强的支柱时 他可能只是想让选民投他一票 当一位恋人说你是我眼中最亮的星星时 他可能只是想让对方忘记他,忘记了纪念日 当一位商人说我们对您的业务非常重视时 他可能只是想让你签下那份合同 这种技巧的高手,总是能够找到恰到好处的甜言蜜语 让人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他们的观点或要求 但是,就像任何艺术形式一样,糖衣炮弹也需要谨慎使用 过犹不及,如果填得太过头,就会让人感到虚伪或甚至反感 想象一下,如果有人每天对你说你是宇宙中最独特的雪花 可能一开始你会觉得很开心 但时间久了,你可能会开始怀疑 这个人是不是在太空中迷失了方向 有趣的是,糖衣炮弹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风味 在某些文化中,直接和坦率是美德 过度的甜言蜜语会被视为不成识 而在其他文化中,委婉和高超的修辞是交流的基础 直白可能会被视为粗鲁 最后,我们要记住,糖衣炮弹虽然有时候能够达到目的 但真诚和诚信才是人际关系中最持久的甜味剂 所以,下次当你准备发射一颗糖衣炮弹时 不妨先问问自己 我是不是也能提供一些真正的营养 而不仅仅是外面的糖衣呢 谢谢大家,希望今天的分享能让你们在未来的社交场合中 既能甜到人心,又能保持真诚的平衡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袜子里的情书,脚趾间的秘密告白 各位亲爱的听众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非常私密 同时又充满浪漫气息的话题 袜子里的情书,脚趾间的秘密告白 这个话题听起来可能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但我保证,这将是一段寄生课又带有趣味的历史小旅行 首先,我们得回到那个没有及时通讯 没有社交媒体,甚至没有邮政系统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恋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是非常有限的 尤其是在那些重视礼仪和家族名誉的社会中 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位热恋中的年轻人 怎么向心意的对象秘密表达你的爱意呢 这时,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出现了 袜子里的情书 是的,你莫听错 那是一种非常隐秘的传情方式 恋人们会将小小的情书藏在袜子里 然后再不经意见,让对方发现这份意外的惊喜 这种方式不仅保证了情书的私密性 也增加了一种刺激的秘密交流感 当然,这种方式也有它的风险 想象一下,如果情书被错误的人发现 或者更糟糕的是,在一次舞会上 不小心从袜子里掉出来 那将是多么尴尬的一幕 这不仅会让秘密恋情曝光 还可能给恋人们带来家族的责难 但这种风险似乎并没有阻止恋人们使用这种方法 毕竟,爱情总是伴随着一点冒险和刺激 不是吗?而且,这种方法也反映了人们对爱情的执着和创意 现在,当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这种古老的情书传递方式似乎显得有些过时 但它提醒我们,不管时代如何变迁 人们对于表达爱意的渴望和创造力是永恒的 而且,谁知道呢? 也许在某个特别的日子 你会选择放下手机,写下一封小小的情书 并将它藏在爱人的袜子里 让这份古老的浪漫再次绽放 所以,下次当你整理衣柜 发现一双久违的袜子时,不妨仔细检查一下 说不定里面藏着一段被遗忘的爱情故事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枕头的微笑,夜晚的幸福密码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来聊一个 看似平凡却又不可或缺的话题 枕头 是的,你莫听错 就是那个每晚拖住你疲惫头颅的小东西 但别小看了它 枕头可是拥有一个微笑的神秘物件 它悄悄地揭开了夜晚幸福的密码 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枕头的历史可谓悠久 早在古埃及时期 人们就已经使用木头或石头制成的枕头 当然,那时候的枕头 跟我们现在软绵绵的枕头大不相同 它们硬邦邦的更像是一种地位的象征 而不是为了舒适 想想看 如果你的枕头是石头做的 早上醒来后 那种感恩活着的感觉 肯定比喝了三杯咖啡还要来得强烈 但今天 枕头已经从单纯的睡眠工具 变成了我们追求高品质睡眠的重要角色 科学研究告诉我们 一个好的枕头可以帮助颈椎保持正确的姿势 减少打憨 甚至是预防失眠 这就是为是摸枕头能够带来微笑 它们是我们夜晚幸福感的保障 现在 让我们来谈谈枕头的微笑吧 你可能会问 枕头怎么会微笑呢 这当然是比喻 但如果你仔细观察 当你将头放在枕头上时 它会轻轻地凹下去 形成一个像是微笑的弧度 这个弧度就像是枕头在默默地对你说 放心吧 交给我 你只需要好好睡一觉 而这个微笑的秘密 其实就在于枕头的材质和支撑性 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枕头 从记忆棉到乳胶 从羽绒到竹炭 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舒适感和支撑力 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枕头 就像是找到了一个理解你的老朋友 他知道你的需要 并且在你每天的夜晚 都给予你最温柔的拥抱 所以 当你今晚再次躺在床上 准备进入梦乡时 不妨对你的枕头说一声感谢 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枕头 它是你夜晚的守护者 是你头部的挚友 更是你幸福梦境的起点 记住 枕头的微笑 是开启夜晚幸福密码的关键 晚安 愿你有个甜美的梦 各位听众 今天我们谈到了三个看似平凡 却又不可或缺的主题 躺一炮弹 袜子里的情书 和枕头的微笑 这些主题都是生活中微小 但却充满着爱 幸福和浪漫的元素 我们从中看到了人类的创意和渴望 以及这些小小物品 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唐一炮弹 教会了我们如何用甜言蜜语 让别人更容易接受我们的观点或要求 但同时 我们也需要记住真诚和诚心的重要性 因为这才是人际关系中 最持久的甜味剂 袜子里的情书 让我们回顾了古代人们 如何在没有及时通讯的时代表达爱意 这种古老的浪漫方式 或许已经过时 但它提醒我们爱情的创造力和渴望是永恒的 最后 枕头的微笑告诉我们 一个好的枕头 可以带来高品质的睡眠和幸福感 它是我们夜晚的守护者 给予我们最温柔的拥抱 这些小小的事物和小小的行为 都散发着爱和幸福的力量 它们提醒着我们去珍惜这些微小的瞬间 并用心去感受其中的美好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对于这些话题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有没有自己的糖衣炮弹 袜子里的情书或枕头的微笑的故事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